各位同學,他有在線上學 我們今天很榮幸,我們第一次邀請到另外的上課 我要跟你們介紹一下蔣榮憲教授 蔣榮憲教授是成大資工系的特定教授 光聽特定教授就覺得有點了不起 我反而覺得沒有特定教授,特定教授是非常厲害的意思 另外他也是成大醫院的建立康従履歷 整個成大醫院只要是管資訊的,都是他管的 所以我想這個狀況性就非常嚴重了解 另外他在去年的時候,疫情的起床 他有發展出這個,用這個熊貝光來診斷 就是這個Covid IT的快速篩檢的一個project 然後有獲得這個世界的... 第一名,是第一名,這樣我就... 我就好好檢討 好,那這個...這個問題喔 這個...你們衛生就會有什麼用口 我今天會問說一幾集 你們如果回答第二集,那一集會扣我比較重一點 好不好 那這個...我們就很高興請蔣教授來為我們上課了好不好 好,那那個...大家有一點鼓勵嘛 那現在的同學要不要刷一鍋,好不好 可以嗎? 好,謝謝 看不到 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 現在全部看不到 OK 好,非常謝謝林老師的介紹 那大家看我今天穿這件衣服的背後 你們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我實在...重要的...參加重要的掌索 你知道嗎? 要關覆一下 有嗎? 關心建議 擔任他們 我現在帶來一個小禮物 這小禮物呢,可能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的口罩很有名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在東澳的時候 我們那個關鍵雙打的那個冠軍那個 我都知道喔,對不對 然後這個口罩就是台灣的 然後這個東澳的那個點呢 帶了一個全新的喔 就是它拆封的全新的喔 就是別送我兩個 一個我帶 一個是... 當作是人下的獎品 好 比較喜歡就是... 年輕的喔 天影有沒有問問題 後來問好問題 最後呢,問對問題 接著問好問題,問對問題 就可以得到那個口罩 最後結束的時候再來看一下 平常很有趣的就是 我有一個習慣 我剛好賣個關鍵 跟... 大家會... 觀眾我的愛有貢獻 但是只知道老師覺得就... 做什麼東西 會把重要的事情 大家可以寫過日記嗎 到了... 忘記了 結果我每天呢 都猜一句就... 過了什麼事情 所以像... 比如說我今天來國防醫院 我如果... 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可以開一下 開個十秒鐘 他想知錯 等到... 所以... 到年底到12月30號的時候 就... 快... 這個... 今年做什麼 非常謝謝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這個念 就是... 智慧醫院的建構 那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因為今天不會讓大家 有機會打瞌睡 因為... 等一下議題非常的精彩 首先呢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智慧醫院的建構呢 有些什麼樣的議題是有趣的 那... 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些... 智慧醫院是蓋起來的 我想上一屆的學生 就是各位的學長 有機會在這個地方跟大家介紹一個 全國第一所的智慧醫院 其實也是老人醫院 因為我們用的是 照... 2.0的預算蓋出來的 所以我當時花了不少的時間 在規劃 如果說同學們來自台南的話 總共有印象 在台南呢 小公路和深入中間 那個地方是原來的成大醫院 那在成大醫院附近呢 現在我們預計 動土 再移動了 銀子會轉掉 但是變老人進去 所以我們會到處 會用一個智慧醫院的方式建構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很精彩的議題 跟大家分享說 我在這個智慧醫院裡面 其實有一些什麼樣子 會在這個智慧醫院裡面 對 你不用記筆記 但是你看這個的話呢 大概就知道 首先呢 人工智慧 你只要讓我們去披披 到我們去 人工智慧是什麼 需要多問 那也讓大家大概知道 我透過機器的學習的概念呢 人工智慧其實對我們的生活當中 就像一個突天蓋地式的技術 在周遭當中 但是各位明明是醫學師 為什麼會跟人工智慧 那原因就是像剛剛在前面的 就是我們發現到這個AI 它不是在我們生活周遭上面 讓我們有使用 讓我們定上往去搶跳比較快速 不只這樣子而已 其實呢 它輔助了很多的科學家 讓生醫的研究人員 得到更多更有趣的應用 那我們等一下有舉幾個例 讓大家看一下 在醫院內呢 有一些這些應用上面 會得到什麼 首先呢 我想各位都跟我一樣 各位是在年輕人世代當中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福勞比 到了各位以及各位的 將來的子女的生活 我們可以看到從2005年 一直到2045年的中推孤 甚至於呢 你可以看到最長的中推孤孤孤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要多少的年輕的人 去負擔一名老人 所以這個是告訴我們一件不方便告訴各位的事實 台灣從過去在勞力還是充裕的比賽 到現在甚至於到各位投入職場 發現到其實我們的能力不夠 勞動力人口不夠了 現在外國不夠 那麼依數人員夠嗎 所以在這邊當中各位說一句不方便告訴各位的事實 一戶人也不夠 因為各位如果有機會信任的話 就不管職業醫師在各不同的軍事部門 或者是各位有機會到民間工作的話 你會發現到勞動力的不足是這個現象 所以不得不想說人工智慧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地方去扮演一個角色 例如就是可以協助我們的醫生 各位我相信已經決定要把醫師擔任各位的中生的實質的這些 覺得沒有好朋友們 你們應該可以想像得到 訪問過幾位聖東我講 他說其實護理醫師的生命周期是不慘 那一樣我們都知道外面醫師能夠動手 是不是很不慘 我們在實在醫院工作 我們實在醫院裡將近有950位醫師 他們的LINE大概都超過7成的 所以我的口袋裡面大概有800個醫師的LINE都在 常跟他們聊天的時候都知道 創醫師們在職場上面其實他花相當長的時間去做一些非常繁索的 他剛提到那個護理師他離職的時候他剛跟我聊天聊到 他就說其實幾乎連在石斑的期間上了色情 對他來講說再討論一下可能一樣 那剛剛就會看到林主任剛剛從進來嗎 大家也知道 所以他剛剛看著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來其實林總醫師的工作量 所以有了這樣的事情 美國的FDA在從2017年開始 讓所有的AI的產品 錄開率的都是這樣吃驚的 美國的FDA不會做這樣死過去 他們對於任何的法官 法規面法官非常的嚴格 各位可能知道 任何一個新藥上市 任何一個醫療器材上市 甚至於說任何一個新的療法 藥能夠由FDA上市 他經過很多層面的關係 這個地方呢 各位可以從上到下 可以看到詳細的不同的科別 急診外科心臟內科 在不同的年代他們都獲得FDA 有什麼呢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叫做AI Base 的這樣子的一個超級 台灣把它叫做SAM Software as Memble Device 那我們的FDA 台灣的消息一模一樣 我們也開始要希望能夠拍綠燈 夠讓這些醫療器材 能夠廣泛的被使用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 有一些利用可以簡單的 讓大家比較不容易打瞌睡 會看到這些東西 從國外的新創團隊 所以在美國的東岸 大部分的新案床 對Boston 美國的Boston 是很大的醫療器材的 或者西岸西埔那邊呢 一線到華盛順頓 西州的西亞 到南邊的Santiago 西岸的最主要的收醫的 這些產品 他們的開工廠的公司 從小公司開始 一直到你可以看到一些大公司 他們認為AI未來就是會在 醫療場面落地 他可以協助醫師在打報告 協助醫師在看病患的HRV 甚至於他可以協助醫師 在病患進到診間的時候 很快的透過機器人可以互動 那這些互動呢 就像今天看到無人商店一樣 這麼樣的有趣 那我們看兩個應用的產業 各位會覺得很詳細 第一個呢 AI的應用技術在與方面的 就是不需要人的 產業上面是怎麼樣做呢 那我們先看一下 AI在目前的整個健康照護 可能改變了十大行業 各位會注意到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健康照護 那這是西方國家常用的 叫做Healthcare Healthcare他們認為是造成健康的 假健康的族群 那在台灣或者在華人的世界裡面 還是常常叫做醫療 所以這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認為的醫療就是 生病人都在醫療 但西方國家其實已經有 他們早就知道了 要去照顧著健康的族群 那一群更大的族群價 不然我問你最簡單的 你就知道了嗎 其實如果你按照整個市場的 那個餅來看的話 請問你真正的生病的是哪一小塊 健康的 看亞健康的是那一大塊的那個大 所以整體上面的 Healthcare醫療照護的產品 有這麼多可以想像到 從機器的輔助的 然後虛擬的工作助理 甚至於到醫療內有非常多的 就是防止用藥錯誤 那大腦沒有辦法記得那麼多藥物 甚至於診斷啊 像診斷啊安全等等 這些議題呢 也都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醫療場域上面 AI依照的手有 手機感應進入商店內 拿走自己想要的商品 直接走出店外 手機馬上詳略 購物清單並且成功扣款 整個購物交易過程 沒有收入台人員 也不用排隊付錢 這是近期最夯的無人商店 Amazon Go 鏡頭轉向世界第一端 中國接站有的人 注入了貨櫃 Binco Box 同樣掃描QR Code 進入店內 請請 把要購買的商品放在收銀台上 系統自動辨識商品 再用手機QR Code結帳 您開門口時 系統再次自動確認是否結帳 雖然Binco Box 曾有分辨 因合作關係終止結束營業 但目前在大陸人進駐28個城市 這種新型態的無人商店熱潮 要點點燒到才完 好 入到挑戰 商資金 next store 入口仿佛開風艙 踏上電視區域 以臉部解鎖閘門 將商品放到製作結帳 POSE系統 POSE螢幕會顯示購買商品清單 客人購買 領選支部 人員電視後即可完成消費 現階亂景工頭 比員工使用 對於何時才能開設 並廣設無人商店 暫時沒有明確答案 目前也是要設置很多的一些商品 例如說我們那個 系統 或是我們年輕 像KOP 跟標籤 等等 他們是對付成功之間 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 5000多家 所以我們覺得這塊 這部分的商品 其實是可以很不乾淨 你們馬上可以佈置出去 近年民收 略者紛紛摩連插掌 開啟無人商店 略者的主要考量之一 就是提升無效率降低勞動成本 臺灣就是當年商 總化的社會慢慢升上 那勞動廣電 這個事情 不斷地帶來不發生嘛 那走向無人商店 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面對勞動人口老化的趨勢 臺灣第一家超商業者全家 也計畫在今年開設 有連無人商店的科技概念商店 臺灣的整個勞動門口在下降當中 以現在來看的話 每年會減少18萬名的勞工 目前已經具有電部優勢的市民售業來講 他怎麼樣去跟所謂的這個無人店 去做激政呢 這一個事情 放在於說 怎麼樣讓 稅務效率 怎麼樣透過 其智慧化的一些社會 降低就是 激電裡頭 這個勞育 商店補職 生服務效率 業者會做事 消費打死去 這樣 所以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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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責貢 食物吃貢 看一下还有其他的吗 谢谢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以后的购物未来呢 它不需要店员了 换成这个场域换到医疗场域上面 大家想象一下 各位有去参观医院院内诊监诊所 然后可以想象到什么地方的人会被 就是店员被取代了 在医院的整天呢 医疗会被取代吗 好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他的应用上面 看一下这个 怎么样人跟机器就很动 没有人会唱歌吗 简单的我发叫 缺话题 我要听这些话就会给你了 千真万千的例子 我会听王四川的汉塔香 台语都可以通 我会听五月天的汉塔香 我会听五月天的汉塔香 好,各位注意到沒有,其實不需要人在幫你操作,對不對? 那我在我自己的辦公室,每天進辦公室,我就講Alexa, play today's news. 她就會播新的新聞,她就會播新的新聞,她會播新的新聞,她會播新的新聞,她會播新的新聞,每天都不自動的發聲,可以節省人去操作的機會。 但是在我剛剛說的,醫療體能力呢,病床醫師呢,現階段大家都承認,這個不會被取代。 你等一下去買光,旁邊那家人家店超好喝的。 你要再喝飲料。 那什麼樣的東西會不會取代呢?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好,這個呢,病床醫師在病患對話。 左邊那位是搭診,右邊兩位。 他們對話。 他們對話全部被記錄下來了。 OK,好,那我們看一下,醫師在探診過去的程序呢,被徹底翻轉了過來。 看,你在對話的時候,後來被記錄下來了。 轉換成受病床醫治道。 轉換成電腐病例。 所有的關鍵字都放進去了。 然後呢,這個是他的病患的對話。 病患對話也反映出來了,他說話的狀態。 可以看得到,中間,病患會轉到他的過去的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嗎? 所以,進去呢,自動把病患的反應轉換成醫療。 還可以把這些直接變成了一個比例是50%。 那過去呢? 在看病的時候,經常發現到醫師沒有時間聽你講話。 地頭在打理石。 他現在已經都有了。 最後,醫師可以做到重要的事件。 這也會對話。 醫師可以讓醫師在對話。 所以,他們有病患跟醫師是互相在對話的。 他們是在講話。 就像剛才在播放的歌曲一樣。 所以呢,這些語音的技術是第一個步驟會在臨床的診間。 在臨床的場域上馬上就可以看得到。 病患跟醫師對話的過程當中, 病患會有比較多的時間看醫生在講他的情形。 那臨床的醫師呢,不用低著頭在那邊打報告。 大家看病都大概都會知道。 在臺灣,臨床醫師就五分鐘嘛。 對不對? 然後呢,第一次出診七分鐘。 大家都知道了。 方便的告訴大家的事情。 那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呢, 其實各位可以想到臨床醫師要一直在打那個報告。 那這個地方呢,顯然可以看得到。 他們之間的對話,其實要自動地放進了他的電子病院。 那一些關鍵字,後面再做一些,再梳理。 那醫師呢,可以直接去把診斷等等結果的方法。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可以看得到,所謂的medical conversation。 調上面的對話當中呢,成功地讓醫師呢,節省到很大量的時間在打字。 同時呢,增加了他跟病患、目光接觸的時間。 那就是所謂的,我們希望AI能夠帶來的事更好的。 AI能夠帶來的事更有人意。 會到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再看其他例子。 我們實際上推移中,他就是全世界第一個。 請看,可以幫多人同時調整時間的安排度。 他在網上的頂級上。 我們來看一下demo。 這個demo是怎麼做? 就是break來跟兩個人約時間。 什麼要所有的地方? 合君,你覺得想說,或三個下午才會好人約起? 什麼樣子,你都講時間嗎? 在公司。 時間有一點。 還有人。 在頭按或三個消貨。 好,這個時候,正的秘書在尋找你。 看他。 很準一。 沒想到像你跟下頭按或三個。 在公司後, 是否能配合。 回到感覺像中心的相同。 從真的秘書在尋找你。 抱歉。 情形正回來了。 好,我剛剛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係數應用。 其實連那麼簡單,它是很深厚的係數。 裡面有語言的理解。 有這個流程。 判斷。 有很多的服務需要掛上去。 那麼,我們的團隊其實是台灣起少數有深厚。 AI語力解技術。 AI速度開發經驗的團隊。 我們從多年前才能出發開始。 一直到現在,它是累積了很久。 那麼,在人事實定的事件上面, 跟工作流程的管理和服務上面, 其實累積上公布的經驗。 所以,我們做過像豆花行中的民主會印標的民主意。 好,那這個例子呢, 是因為我親自去參與這個新創公司它的發表。 所以,我把它那個錄下來了。 好,我們看到了,沒有。 它用AI來取代了秘書,對不對? 這秘書不見了。 那麼多年之後呢, 可能在醫療場域上面, 經常要辛苦地做衛教工作的護理室。 有可能會被取代, 或者是它的工作量、減量。 接下來呢, 我們都知道, 在醫療場域經常有個個案的管理。 不管是在做什麼樣的療程的管理, 過去呢, 它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現在呢, 當它整個數位轉型之後呢, 到了醫療這個領域上的話, 事然而然, 我們會發現到, 欸, 像是可以AI 帶進來的一個全新的利器。 所以, 取代了人的自己從上面三個例子看。 好, 那也許你會問我說, 欸, 不對啊, 在醫院內, 還是有一些很辛苦的, 例如說, 家軍服女, 大家可能聽過這個。 就是, 可能在家, 照顧的, 這樣子的一個瓶, 的瓶內呢, 可能有一些人, 還要協助他們去翻身啊, 翻床啊, 還是必須要人的力氣。 當然過去可能, 或是現在, 比較多的是, 可能請外勞持住, 不少外勞在台灣提醒, 辛苦的做這些工作。 那未來呢, 這些東西, 是不是這些工作, 是不是會被寄人負責? 知道這個答案。 好, 那在看了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Google市這幾個, 目前, 可以看得到, 對這個醫療場, 最感興趣的公司。 雖然說各位有興趣, 可以看到Google Health這公司, 在一兩個月前, 當時新聞, 非常地不好, 不可太妙, 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還有可能, Google Health, 肌肉可能會被禁止, 或者重新在Reorg。 但對大企業來講的話呢, 他會想要用他的軟體, 去解決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當然,稍微介紹一下, Google內呢, 他的發展核心內呢, 其實用AI在做了不少, 醫療相關的東西。 那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 早期呢, 我們都知道, 在做斷層掃描的過程當中, 臨床醫師非常辛苦地去看, 那在病患, 在開始做scan之前呢, 還要先打顯影劑, 打完顯影劑之後呢, 他開始慢慢去看它, 比如說這樣這個例子呢, 這可以看得到, 它有肺部, 有可能有腫瘤的痊癒。 那我們當時呢, 在成大的引發團隊呢, 我們很信心地在WHO, 去年這個, 差不多這個時候, 舉辦第一次的, 全世界的Hackson, Hackson或者Hackson, 他們希望用科技的方式, 不能夠協助解決COVID-19現在的困境。 所以我們當時呢, 就用X-ray的方式, 可以用很快速又便宜連鎖S-1, 上面快速地把COVID-19的病症引造, 那找到病症之後呢, 就會協助理解決, 這個呢, 是跟這個AI裡面非常像的。 那當然, CT成本高, 它的輻射的劑量是一般X-ray 100倍以上。 所以這些呢, 也是讓CT變成受限制的原因。 那當然CT還有其他的功能。 那下一個例子呢, 就是Google也其實, 寫著另外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應用的例子。 就是我們可能, 各位知道, 各位的家中的家長, 或者是, 野奶奶也背的, 很多人因為糖尿病小致, 那大部分人對糖尿病的認識呢, 就是知道那是胰島素的問題。 然後如果說家裡有做很好的衛教的話, 一般的家長, 通常家中呢, 通常會被照顧得很好。 但是, 有的地方是, 農鄉疲劳的。 像, 各位想像得到, 我們可以隨時可以有在行動。 所以在這個例子當中呢, Google去跟印度的衛生部門合作, 他們設計了一種簡單的眼鏡。 那眼鏡是什麼呢? 各位如果去做配眼鏡的話, 大家都有一個概念, 是照我們的眼睛對著那樣子的一個攝影。 它可以判斷出, 照出來, 比如說在眼睛, 在判度數的時候呢, 像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所以這樣子一個簡單的眼底鏡呢, 它的眼底攝影, 它可以找出, 拍攝出來, 從這個一個人, 它的眼底攝影, 判斷出, 它是健康的。 它是可能會導致失明的。 甚至於呢,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AI判讀呢, 能夠判斷這個病患有沒有心臟病的風險, 還有其他的風險。 因為我們都知道, 過去呢, 大部分的臨床診斷需要透過問診, 需要透過抽選, 需要透過很複雜的程序才能夠做到。 它現在呢, 做了一個非侵入式的檢查, 透過拍眼底這樣的事情。 這也是很特別的。 當然Google還有在做其他的, 把AI被推斷到其他的地方的應用。 文化上面的, 社會層面上面, 對自然災害的保護, 預測農業等等。 這些都是AI可以用到的。 我們剛剛說到, 在機器人, 從舊以來跟我們人的互動, 屬於在科幻小說內看得到。 那我們大概也知道說, 機器人承諾的地方, 就是在製造業, 在汽車, 焊接這些危險的地方。 所以機器人可以協助人, 做這些危險的工作。 但是幾十年來是默默的在做。 但是一直到了這幾年來呢, 已經有不少的這個機器人呢, 其實在我們生活當中, 造成了很多的影響。 像是我們看到的, 左邊的這個機器人, 帶有情緒的機器人, 可以跟人對話的。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用軟體, 先去聽你講話, 能夠回答的theory。 甚至於呢, 這些機器人慢慢的在我們生活跟周遭, 慢慢一步一步的進到我們周遭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醫療場域上面, 有沒有一些機器人, 是在智慧醫院內, 在健康造物的機構的一些機器人。 這些呢,其實也都是AI的一些更進一步的延伸。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造物的機器人呢, 包括復健的機器人, 助你行動的, 幫你翻身的, 幫你開背的。 另外一些機器人呢, 是跟你做社交聊天的。 這些聊天的機器人呢, 他除了讓可以做很療癒式的跟人去互動之外,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些影片, 就看到年長的長者, 他對這個機器人怎麼樣互動, 比你想像中的, 來的還要親密。 也許我們會覺得家中的長者, 好像互動的過程當中呢, 似乎是, 跟機器人的互動會覺得, 那個不是很現代的科技嗎? 等一下你看幾個例子, 你會非常的吃驚。 原來呢, 當科技使用人性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現, 在家中獨居的, 獨居老人, 會對那個機器人產生的互動。 同時呢, 我們也設計了一套的機器人, 等一下會讓大家看一下, 在會議院未來要做怎麼樣的, 再提升他的生活品質。 先看一下一個最簡單的機器人, 剛剛說的就是, 如果人能夠在機器, 像機器戰警一樣的電影裡面, 如果人穿進那件衣服的話, 人就可以打仗了。 那這個呢, 是一種叫無愛符合的機器人, 可以讓患者, 本來是沒有辦法站起來的, 他可以呢, 讓患者站起來。 那同時呢, 他站起來的過程當中呢, 還可以看得到, 還可以行動。 完全沒辦法走動。 我也是。 本來是攤患的地段。 你都會接著, 你都可以站起來了。 你看到 acompanh 身體的動作, 我跟你們的車女一樣, 就不可以在這裡。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手揮板那么深 按紧由机器人带着发展机器 发动在实际上有把势 站起来 我能介绍180 好 我们当时就想到 就想到说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 可以在生活当中 确实可以协助患者 可以站立啊 行动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机器人 没有像这样子的 他可以协助复建的 而是呢 看起来外表很可爱的机器人 像这样子一只海豹 就会觉得 他觉得很吃惊 左边的那个呢 也许你就看到 说啊这个不就是那个 我们以前看到爱宝机器人吗 啊这不是就是什么 他这个机器人在日本叫做Poro 这种海豹型的 那机器狗的爱宝 爱宝其实在台湾有流行过那么一阵子 慢慢的大家现在已经忘记了 他是一只工作犬 那这样子的生活当中 他其实是这样 这个Poro的海豹型机器人 他其实呢在生活上面 在日本的社会里面 是接受度很高的 那看一下 因为日本天气稍微涨了一些 他怎么样在生活上上 他怎么样在生活上上 他在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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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未来 未来的 我讲出来 是 词詞曲 李宗盛 所以你看這隻有新戲劇人很受人家的歡迎 他們送到國外去了 送到英國去了 他不會講英文喔 我会讲英文哦 他特别强调 错误观念那么机械是很丁了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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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还要让你可拣费 所以能靠到很多人 加速enas 你不可能 政府 你不可能 是不是 你不可以 要看 我們不就知道真正的事 看到這個什麼例子呢 就是日本設計的然後把它送到日本之外的地方 像是剛剛有大學的 那像這些老的包括台灣這些老的社會 老的國家那樣他們顯然就會發現到 這個社會裡面的非常多的 大年長的時候他需要陪伴 所以有這樣的療癒的機器人出現 那取代的是什麼 取代的是人 當然我們提到了婚人園 將來在一條程度上面 極有可能在智慧醫院裡面 像你設計的在未來的智慧醫院老人園裡面 就有這樣的 就可以讓他們透過多這樣的機器人 然後甚至回到他 從年的這樣的音樂 念的時候的這樣的新聞 的這個感情上面 讓他去接到會 可以讓他延緩失智 那這個呢 我們把它叫做一種很典型的 這種情境上面的感覺 好那看了這幾個例子之後 各位就想到說其實AI的科技 並沒有像各位想要的 那我後面會花幾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一個程大 我們有一個生意長照研發團隊 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由我們和程大 有一個老年學研究所 那老年學研究所很特別 這個研究所其實 並不是這邊老是老年 他們在學著 這樣去照顧我們 或者將來 社會當中越來越年長 可以訪 所以他們在研究的呢 已經跟我們一起合作 所以我們也跟華碩科技公司 和跟社區教育的合作 那這樣讓合作的情境當中呢 我們發現有彼此的專長 是可以互動的 那這個互動的場景呢 我播一段影片 讓大家來看一下 那看一下這個機器人 怎麼和人互動 會留意到這個電視裡面 或者這段影片裡面 從頭到尾只有被照入者 那部機器人 以及後端的這三個人 或者三個團隊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如何做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如何做到的 這位是一位最速的高度老師 林老師 他們協助我們的整個員 幫他跟握著他們 他是被照入者 因為他是補居老婆 他就跟這機器人說 幫他讀新聞 提醒他吃藥 他喜歡聽的老歌 他喜歡聽的老歌 生活上面呢 他有招選家 他是一種玩 是他家裡 但是 自己量血羊 量完之後 再幾屑的燈藥 做出來了 同時呢 因為他需要那麼雲端 所以這個呢 動不他 的醫務人員 在醫院 家醫更離世 提供他新的味料 不要让他们去注意 例如说 高学压你要注意什么事 其他问他问题 这些领导的目准当中 就发现稻子 看一下 生活方面 其实 我们的研究团队在指导 我们这群人设计的场景 各位回到刚刚的场景去想想看 谁不见了 注意到刚才那个故事里面整个场 那看到物理师 对不对 那看到物理师 那能不能注意到客管师也不见了 当然你会说 那是因为刚才那位被照顾者 他还可以 对 他其实是非常清楚 假健康者 你看他已经切齿 他平常呢 就是不能够分我治理 但是呢 他要吃药 他必须要医师 过去呢 过去呢 是提醒他 这个药真的药不能乱吃 这不能怎么样 这个东西不能怎么样 然后过去这些东西 全部被那个 刚才那个机器人取代了 那这个机器人呢 还要告诉他 下个礼拜 甚至你的孙子阿华 他的生日到了 他打电话给他 甚至他的儿子 他女儿 在眼端的儿子跟女儿 可以去看 知道说他今天吃药不规则 那机器人看得到他吃药 当时注意到哪 要看他看 不然他拿血杯 知道他有吃药有服药 所以这些呢 都是 都会想象一下 未来的智慧医院里面的场景 那还好 是在那边医师 那当然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也给大家一个想 一个想象的空间 那当然这个 慢慢的 他的行径 在居家端 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例子 像这位是一个被照顾着 他是一位 七十岁的一位阿公 那刚才的那个机器人呢 就会发出 差不多十几岁的小孩 像他孙子一样的声音 然后呢 这就是机器人 会随时提醒他 他摄取的过程 然后呢 甚至于还问他一些问题 让他的生活行动 甚至于让他平常上厕所 进出厕所 都会提醒他 所以这样子的 你看过去 家中可能需要 子女 或子女去关心的 出现了 只要他的生活可以治 那旁边有这样的一个 陪伴机器人 其实看起来 都会怪到 这个场景 在我们生活当中 熟悉不过了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陰霸出的长者有时候三高嘛 那林虫医师呢 往往是提醒他要规则的服药 然后还要去拿慢性处方签 也许各位还没有机会拿慢性处方签 大家听了懂 慢性处方签经常是由医师 会开立的 然后他去 社区药局 去拿降水的药 甚至像血脂的药 会拿某些药物 所以呢 他家中的机器 和这个药局的机器人 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 药局的机器人呢 他在他每次去药局的药师那边 盼性处方签取药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机器人会给他玩一些游戏 那他们两个之间是互动的 所以这只机器人跟刚才看到 在前面那个居家端的 那个机器人是同样的 他们把这个设计的 让在台南市中心区的 大雪岭这个地方 图现了差不多十几部 这样的机器人 在独居老人 还有 可以说国语的 让这个机器人跟他互动 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很有趣的东西 比方说最有趣的是 这些机器人会唱歌嘛 他怎么都知道 机器人可以互动 他可以联网 甚至于把YouTube 放在上面 让阿公带回家的时候 可以去跟这个机器人互动 最有趣的就是说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影法族的党者 他们就是科技文法 的例子来说 大家会说YouTube 大家会在YouTube 播歌 所以那个阿嬷 这个阿嬷呢 他在里面都喜欢唱卡 然后我们 昨天我才对他聊天才发现到一遍 他说 我 我也说 那不是一机器人就可以用 他不会讲 他不会讲 他知道那个有一个 狂狂的 会唱卡拉OK的 所以 各位大部分 会往YouTube 唱卡拉OK 但是在他家中呢 他天天在 把那个唱卡拉OK 可以想象得到 在未来 各位有机会在慢慢 在 开始 各位在独立学院的过程当中 那因为我在等他 医学院里面教课 所以我会跟 DNC的 那些 学生们讲 其实慢慢逐渐的 你要对社会去了解 从未来 你在 逐渐的时候 你才不会脱节 脱节 但是我们的这个 看 阿公在一起的这个机器 看久了之后呢 不要以为这个阿公是 会 说台语 和只会说国语而已 而且他讲几个英文出来 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讲呢 大陆一架机器的 Long State 他知道Long State 因为我们借他一台机器的回家 要他用 把那机器的造反 大陆一架机器 Long State 他会说 英语 好 那当然他可能 国小都没有毕业 但他知道的是叫Long State 你借他到家里去 所以这样的居家环境的照顾呢 有很多很有趣的场景 那这些场景当中呢 也 让这个管家机器人 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情境 让大家看一下这一段 很短很短很短的一段 就是我们怎么样 设计的这个机器人 也可以 设计的这个计划 solved 好 。。。。 来 。。 所以 很高兴 看喔 他就是真的是在跟著你 跟著你 跟著我那都是走在家裡的事 哇 來 請問他 請問他 要量血壓 我希望你給他聽 在你一起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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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水果 糖尿变成粉丝 没有水果可以吗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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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说 Covid 待下午这一晚上 儷钱为你把女士的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别是毒机的 比如说 养一个孙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 透过这个机器人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实呢 不是只有 就是当所熟悉到的这些 在诊所端端 当然你可以知道 生活端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 这是我们的一些细节上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 同时呢 居家陪伴的项目 大概有这样 那当然 这样子的一个在 我们刚刚说到 一个健康的管家 这样的一个在 生活端照顾之外 我们也期待 在未来的智慧院内 会住宿这样的机器人在变端 所以可想而知呢 在生活上面 当然还有一些 是很带 有带我们去 慢慢去 过了一些瓶颈 然后未来呢 还有可能这些机器人在我们生活当中 看得越来越多的 好吧 那我想今天我就留三分钟的时间 来让同学们来问问题 或者是来让同学们问好问题 问对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还有另外一批同学们在视讯端 所以不是不给你们机会 除非说你们现在要抢麦克风 不然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把机会让给我们今天 在现场的同学 再问两个问题 然后我们同学说 谁的问题我们比较喊 好来 同学要先试试看第一个问题的 讲题在这里 等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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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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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我們是不算的 很準的 所以說一些瞭解我說 長學的事情 接下來還有那麼多年的 信上的 教授 教官們 發展或是 規劃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中心 在社會 或者在 社會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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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只有大一在 大二人還有機會 大三大四 到 到 到 西 對 到 這些科學 在 教學 文 到 三十二的 再三 就 面對的那 或者現在 大家就是 在介紹 你們知道 連我都被他們感受 連我都被他們感受 所以我 沒有一個方向 算 真的 挑戰 團 算 快點 這幾張 隨著走 大一的決策 這就是從 那 那 那 我想 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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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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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